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川普目前为止共产党候选人川普 他接受了Fox Channel商业频道的访问 如果我当选我不会任命鲍威尔继续代任联准会的主席 因为如果他降息就是帮助民主党的人 而顶尖那些策略是认为下个月可能出现意外的降息 因为川普在民调中领先 这将是影响美国股市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值得观察 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的美国股市道琼指数创下了新高 来到了38654.42点 涨幅0.35% 涨幅1.74% S&P涨幅1.07% 一整周下来分别涨幅1.43% 1.12% 1.38% 美元指数继续上涨 因为美国在全球经济里头一直独秀 但是各国也都希望央行多储备黄金 很大的原因是 他们认为整个美国的国债太高了 所以黄金的期货继续上涨了1.81盎司 2053.7% 今年以来美国的国债值率来看一下 10年期上涨了整整3.43% 30年期它的值率上涨了4.41% 所以美国未来由于它的国债 它这样支付的利息将相当的高 本周主要是带动AI整个美国的科技股 跟美国的整个经济 Navidia继续上涨了8.4% 一整个礼拜上涨了8.4% 来到了661.6% 超微半导体AMD上涨了0.23% Microsoft继续上涨了1.8% 来到了411.22% 成为全美国市值超过3兆的主要的公司 Alphabet下跌了6.66% Amazon上涨了7.98% Apple跌幅了3.41% Tesla上涨了2.54% 而Intel在本周的半导体里头 继续下跌了2.41% 台积电下跌了1.29% 三星电子上涨了0.65%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科技股价BRD大跌了9.15% 因为受到了美国相关 直接的指控它国家安全的疑虑 阿里巴巴下跌了0.28% 腾讯控股下跌了1.2% 另外百度下跌了4.52% 拼多多大跌了12.12% 所以中概股现在正是正面临被抛售的一个情况 今年以来中概股呢 我们来看一下比亚迪跌了19.4% 主要的跌幅在这个礼拜 阿里巴巴跌幅6.48% 腾讯控股跌幅4.84% 他们主要的跌幅都是在去年 今年以来中概股里头 包括了百度也下跌了13.69% 拼多多也大跌了14.85% 中国的经济值得看理 待会回到文青人世界财经中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